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。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。 袁冰炎新剧官宣开机,艺人古装扮相扬眼,又是一部未播鲜火的剧。 谈到袁冰炎,观众是不陌生的吧,这几年在演艺圈的资源很不错, 主演过很多影视作品,前段时间主演的古装剧《杀青》,近日又一股装剧开机, 不得不说,袁冰炎的资源还真不错,新剧官宣开机,这样好的资源也是没有谁了。 该剧的名字叫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,讲的是一个神与妖怪之间的爱情故事, 官宣的主演阵容都是年轻演员,演技精湛。 这几年袁冰炎主演的古装剧多了起来,每部剧中的古装造型都很漂亮, 在之前的官宣《杀青》古装剧中,袁冰炎的古装扮相是甜美可爱的少女模样, 而这一次,在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中的古装扮相甜美之外, 另有一种侠气,这种造型十分好看。 武官端正,容貌娇好,在新剧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再次变得十分精彩, 光是看这一套就迫不及待了。 刘学义饰演的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的男主,这位年轻演员出演的作品十分好看, 看得出来演员们演技都很好,在演艺圈里资源也很充足,刘学义这几年在《琉璃秋缠》等剧中, 这两年刘学义担任男一号,希望有一天能收获更多的粉丝,继续带给观众更多精彩。 在刘学义的开机镜头中,古装扮相十分漂亮,英俊的形象令人期待。 进入演艺圈后,敖锐鹏出演的影视作品并不少,比如《恋爱吧》、《时梦君时光与你都很甜》等, 敖锐鹏是一名新人,出演的影视作品不多,但在新剧中他的演技让人期待, 但敖锐鹏现场拍摄的演技很不错,这一点看起来很适合,看着这个造型坐不住了,心里也很激动, 不得不说这些演员的演技很养眼,看起来又是一部未播鲜火的电视剧了。 《落花又相逢君》的演员颜值养眼,《落花又相逢君》上的《他们也都露面了,相信大家看了一定会很喜欢的, 看到这些演员的《落花又相逢君》更让人喜欢,官宣出来的演员真是令人期待。 还有演员徐晓诺的加盟,这个演员在很多的作品中都有精彩的演绎,照片上的脸型非常好看, 不知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会不会很受欢迎。 自进入演艺圈以来杨林出演了许多影视作品,影视界的资源都非常丰富,演员扮相一直都很好看,此次也不例外,杨林的造型依然十分精致。 杨先生有很强的表演能力,这几年他出演了《我有特殊的沟通技巧》《离人心上》等电影,希望杨林在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中能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表演。 景严俊是一位新人演员,出演的影视作品不多,但照片上的他扮演的是一名非常活泼的少女,看到这些演员加入,观众想追剧的心情越来越期待。 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主持的演出队显得十分豪华,他们希望这些年轻的演员能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影视表演。